字柴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sir羅振邦博士 是智材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今天來說 除了和大家談談恆指走勢之外 更加會看看ATMX的科技股走勢 還有一個焦點股 稅安房地產的股票 會和大家談談的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新一期的投資班 將來開課的了 期權贏家訓練班 逢星期一上課 10月19日 期權方面來說 可以分為有恆指期權和股票期權 當中在策略的思維裏面很重要 所以在期權裏面要學得聰明一點想做買賣 因為期權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工具 在技術分析的投資班來說 我們是10月23日 星期二開課 技術分析裡包含有圖表和數據分析 圖表裡有些陰陽燭 一些勁態分析 芝士阻力線 以及我們所說的波浪理論 在數據方面來說 除了我們會講到一些簡單平均線之外 我們更加會加強說下加權移動平均線 這個指標是很好用的 以及靈敏度很高的 一些MACD、DMI、RSI等數據分析 都會講及到 都是一個實用的指標 如果大家想留意一下 裡面詳細的內容是怎樣的 留意我們的網站 www.smartmoney.com.hk 詳細內容會見得到 這兩個班都是網上的實時上課 我們講回大市走勢 這是恆子的走勢圖 今天來說是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恆子今天的收市價是24,119點 今天跌了74點 成家方面增加了1,125億 今個星期五日拉雲總和升了660點 今天的走勢來說 情況不太好 其實高開是低收的 今天的開市價是24,344點 最高價開市 高開了151點 之後走勢來說 反覆向下 去到今天的最低位 24,059點 就是2.51分所見 之後才有所謂的反彈 今天的走勢來說 整體可以形容一個弱勢的狀況 現在怎麼看後市走勢呢 我們把圖看得遠一點 放一個大一點 留意在這裡 這裡來說 我們由今年1月份到現在 現在走勢 怎麼去考慮呢 我們先畫一些知時阻力線 我們把兩個最高點 這個最高和這個最高 兩個最高點連起來 這裡 這條呢 我們叫做阻力線 阻力線 兩個最低點 這個最低 和這個最低 兩個低點連起來 留意這裡 這一個來說 我們叫做知時線 上面有阻力線 下面有知時線 而這個走勢方面 形成了下降通道 我們說下降通道 為什麼叫下降呢 因為往下走的 也有些人叫做下降軌道 總不知這個走勢 是一個往下的趨勢 現在走勢來說 我們說阻力和知時多少呢 阻力位留意下 這裡 這個位 阻力位是25,201點 25,201 好了 知時位就這裡 知時位方面就是 22,867點 22,867 所以現在走勢來說 是介乎於 在這個通道中間 所以大家傾向於 觀望的情況會比較好些 另外的狀況 留意一下 現在來說 有些好有些壞 好的意思就是 家權移動平均線 有機會想突破向上 今天未得住 是碰住 所以要多看一天 看下星期一的狀況 這裡有機會是一個好因素 但今天來講 陰陽足方面 你看到是高開低收 這個是負面 還有近期陰陽足來說 你發覺的狀況 遇到高位 有個股額都比較大 所以現在走勢來說 傾向於五波 在現在的階段來說 如果大家投資方面 如果不是太急 傾向於觀望下 會好些少 當然 有時我們說 炒股不炒市 個別股票也有些選擇 我們先看看ATMX的狀況 先看這個 阿里巴巴 今天收市價 286.2 跌了是3.4 跌幅1.2% 好了 收市價 收市的狀況是怎樣 今天試過最高的狀況 去到293元 之前來說 這裡 留意這裡 大家 好 這個位 這個狀況來說 之前最高見過多少 是292 這個就是之前的頂位 過阻力位 今天最高見過293元 下回來 即是說 衝到上 但之前的高位 過阻力比較大 所以下回來 是近乎一個低位的狀況收市 所以現在 如果在阿里巴巴裡面 如果大家要看好的階段 都要想一下 想一下狀況 就是它有沒有力 力的意思是 如果再破高位 即是破頂 破得高位 破頂 即是293元 還要在收市價樓上 收市 如果有一條大洋竹 更加好 所以現在阿里巴巴來說 如果在水位裡 傾向於官望 如果真的要拿貨來說 寧願再有力度向上 破得到高位 而高收才會再想 暫時來說 在這個階段有些阻力 好了 另一隻 騰訊 騰訊今天的收市價 539.5 收市價539.5 升了4.5 升幅來說 是0.8% 好了 現在 遇到騰訊方面 波幅區在哪裏 這個波幅區暫時 都未跳脫得到 這個上面的阻力 波幅區上面的阻力 好 留意回這裏 好了 下面的支持 就這裏 留意回 所以這個波幅區來說 其實是由7月份 到現在 都在這個範圍 都成三個月 有多了 好了 波幅區的上面 阻力多少呢 就564元 564元 好了 而下面的 支持的狀況 是499.4 而499.4 就是今年的8月7日所見的低位 波幅區在這個範圍 如果要看好的 都要突破564 這個破頂才可以 好了 另一隻 這個 好了 美團 美團今天的收市價是270元 升了3.2 升幅1.2% 好了 現在來說 看回走勢 好了 這個美團 之前的阻力位在哪裏 就這裏來的 280元 這個之前的高位 今天曾經試過 衝過上上面 不過都下回收市 所以現在來講 美團阻力位280元 同樣都一樣 如果價格 有機會破到這個高位 之後再收市 而配入一條大洋竹 就更加好的 所以現在 在美團裏面 暫時都叫一個觀望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破到頂 要是 好了 另一個 這個 1810 小米 今天的收市價 20.95元 升了1毫 升幅0.5% 現在小米方面走勢 如何預算支持阻力位呢 這個就 預算這裡 好 我們的阻力 下面這個 就叫做支持 好了 小米的阻力位多少 21.8 這裡 這個的頂位 21.8 好了 支持位這個低位 就是這個 19.4 是今年9月25日所見的低位來的 所以 現在小米都會在這個範圍上落 等到破得到 之前的阻力位 才有機會再炒高 至於 另外一些焦點股 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 好了 272 這個稅安房地產 今天的收市價來說 1.03元 1.03元 升幅來說 0.01 一個先 升了1% 成交來說 1974萬 好了 這個股票裡面有什麼優點呢 這個狀況是 走勢方面來說 留意一下 在回落裡面 由這個低位 近過幾星期之前 看到底了 九毫半指 向上 現在的情況裡面 陽足比較多 以及加權平均線 這條紅色的是10天 藍色是20天 現在來說 是略為一個突破 所以看股票的走勢 有機會打完底 往上走 因為打完底 往上走 你說這個股票來說 上面第一個目標多少 我們拿回這個低位 跟這個低位連合去 好 我們遇到這裡 這裡 好 這就是往上的一個阻力 往上的阻力線 好 那你說支持多少 拿回一個低位 好 這個低位 這裡 這個叫支持 所以現在 遇到稅安房地產 有機會往上的去到多少 目標區是1.11 1.11 好了 這個支持位是多少 九毫半指 即是說以拿貨來說 預算這裡 1.11就食戶 如果算到0.95就止蝕 這個狀況裡面 就預算這個幅度 這樣看 這個股票 就另類一點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來說 記得訂閱 訂閱來說 按旁邊的小鐘 你會收到我們最快的資訊 一些上載的影片 另外喜歡的 給我們一個like 可以的 介紹給朋友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